我们没有这个3纳米的芯片嘛 没关系啊 我14纳米我多拿几个一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第一呢 这个是一个很低系好的方法 第二呢 就是能耗非常非常大 第三呢 就是说 这个技术不断进步 然后呢 这个生理要求的不断提高 那么我们也不能够 紧紧停留在这个14纳米 这样的一个金属平上 至于多少年能够追得上 那我觉得就介致了 你要问二级市场在讲 二级市场在讲 他就会很自信地告诉你 这个美国封锁我们 他只能够激发我们创造的钱 对 但是呢 我们也要认识到 就是说 芯片半导底的科学 它是一个包含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血科的科学 比如说材料学 那你对这个硅片的 硅片的这个纯度 你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设计我们是没问题的 设计我们 我们中国的这个芯片设计能力 绝对是超一流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材料的科学啊 光合机啊 这些技术都得跟上 才能够真正地跟 这个美国呢 去竞争 是一类大事